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羽球双打金牌李洋的母校国立基隆高中 设置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终于有谱了 教育部体育署和国发会确认 将依据国立基隆高中提出的计划编列3.5亿元 利用基隆中学大约两甲的校地范围内 新建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3.5亿的部分我们也是列到我们的一个计划里面去 那现在在这个部里面的一个流程当中 那我们希望在8月底之前可以含爆到这个国发会上 其实行政院秘书长在7月29号 今年的7月29号其实也就合适了 就请教育部把基隆高中羽球馆这个场馆放到一个优化运动环境的计划 就基本上讲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有了 行政院基本上已同意了这个案子 只是说他要再修正就要请教育部把这个计划的内容放到这个优化运动环境 这个计划里面来執行就可以了 从上一届奥运李扬和王麒麟在男子羽球双打中拿下金牌后 政府就喊出要在基隆高中设置国家羽球训练中心 成绩将近四年后 李扬和王麒麟再度拿下奥运男子羽球双打金牌 因此立委林沛祥特地邀请立院教育委员会立委林倩启 以及国发会体育署基隆高中 市政府教育处和暖暖区三位市议员到基隆高中现场 讨论会刊后确认这项计划将编列预算定案 我们会督促我们的体育署在今年九月中旬的时候 尽快把他们针对国家级羽球训练中心的计划 会整完之后直接送国发会 而国发会在今年年底前能够核定 争取在明年开始正式动工整个场馆 那我们刚刚也看过场馆的大小跟我们所有的配套措施 那我们相信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积极地来作业 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积极地来去追进度的话 在后年甚至是后年或大后年 我们在基隆就很极有可能看到一个 延旦的四年的这个羽球国家级训练中心 佩翔会觉得是说很可惜的 我们等到这个二连霸 奥运二连霸之后 我们才正式去专关注到我们羽球选手在基隆训练的状况 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我跟前期委员我们会积极地来推动这个计划 让羽球在台湾在基隆能够生根发芽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级的羽球训练计划 在奥运之后 那在我们的羽球有这么好的成绩之后 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一个顶尖的计划 能够带动我们全民体育的一个推动 那基隆高中还有在基隆这个区块呢 是我们羽球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那也可以带动不仅是北北极跟全球 全国在羽球这个部分的一个全民运动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计划 在一定的骑程 然后确实的执行 然后在下一届的奥运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仅我们在奥运非常的有机会 而且能够让这样子一个运动带动了全民体育 立委林沛祥也强调 会在立法院和林倩奇委员 持续追踪这项计划的执行启程 希望明年就能够看到一定的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立委林沛祥和立委林倩奇联手争取下 鼓励基隆高中设置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忠于有谱 暖暖区三位市议员 联恩典 林敏勋以及陈冠宇同感高兴 因为可以培育优秀的三级青少年羽球选手 不过因为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预定地内 刚好有一间八独里民活动中心 因此三位市议员不约而同 在会刊会议中站在地方上的立场先后发言 希望新建训练中心时可以把八独里民活动中心一并规划进去 八独里民活动中心 那这个是我们要来处理的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时候在想 是这个活动中心有没有可能放在我们 好方给一个空间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心理中心里面 那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列入去考虑 因为现在八独活动中心的这个位置 正好也是在我们这个地域的门口 那目前还不知道要签到哪里 那总是在我们地方上 你的活动中心还是要让它继续存在 在说健康这边 然后跟我们中央的单位 可以跟市政府交流处还是民政处那边 可以来说希望说有一个里民活动中心 可以在这里面来做一个使用 不然我们其实八独目前四个里 没有一个里的里民活动中心是可以用的 我直接就反映这样讲 四个里没有一个里可以用的 八独里已经拆掉了 八独里的那个土地 那个那个 那个 畜生的那个只有指涌犬还有纠纷 那八独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已经超过五十年的里民活动中心了 修缮又修缮 修漏又修漏 每天每年都花很多钱来修漏这个 目前的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这是我们地方的意见 其实今天八独里的菜里长 其实是知道这个会议会看的 那他本来也有跟我说他今天他会来 但是不确定他是不是从头地别 所以要跟我们到 那如果说今天活动中心是目前没有放在规划里面 那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 就是体育署这边要核定 那能不能集中这边可能有不同的 你们已经显示的校地 或者是由教育处帮忙找到底点 我们用先见后差的方式来回忆 里民活动中心的使用需求 教育部体育署预定编列3.5亿元 利用基隆中学大约两甲的校地范围内 区域的媒合以及协助 转赠给七肚区百福国中 作为8月30号开学后 包括百福国中华兴国小以及藏兴国小 提供给他们 那今天刚好很巧 又是这个母娘的这个圣诞千秋 那我相信这个我们的母娘 会保佑大家平安健康顺利 一千斤的百米由百福国中校长 陈思斌代表收下 也感谢来自社会的爱心 因为百福国中的中央厨房制作的 师生营养午餐 供应百福国中藏兴国小以及华兴国小 三所学校大约1100位师生们使用 一千斤的百米大约十天就会用完 使用量非常大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市议会副医长 杨秀玉杨副医长 再一次的那个转赠给我们 这一千斤的这个百米 尤其在每一年我们需要 最需要的时候 就让我们的师生再次感受到 来自社会的这个善行 那公务部门的预算其实有限 所以说有这批百米呢 不仅可以让我们学生吃得更饱 那我们有多余的预算也可以转为 说可以做更多的午餐设备的修山 那所以真的是 我们每一年都会利用 这种相关的集会跟学生宣导 有朝一日 其实我们学生也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然后大家都彼此感受到这个良善的风气 杨秀玉也非常感谢武东山 慈圣公转赠百米的爱心 造福新兴学子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我们众生的主持人 既成修立 问生意识 画面上是雷晨潭的道士拜师典礼 入门弟子林怡轩向礼物几道长 正式拜师学习 隆重的拜师仪式 特别邀请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市议员宋伟丽 民政处长张元祥 文化观光局副局长郑鼎清 跟中山区区长徐雅文等贵宾 一起来见证 期许在年轻世代的投入下 让道教科宜文化永续流传 我会看到说这个有没有师生的那种有缘分 再来就是说看他的生成八字 对这种宗教有没有那个缘分 有缘分就说来为名下这样子 这也是要看缘分 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有在诵经 那都是学佛法这边的方面 那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 就是在介绍一些道教的文化 那一直以来就是想说 道教是一个很深奥 然后不好进入的一个领域 那刚好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下 跟李老师这边来认识 那认识了之后 跟李老师这边一接触过后发现 道教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很多的专业在 今天这个门下 刚好这个就看了折个即时良日 今天刚好探检时 刚好市政府啊 副市长啊处长他们 区长啊都觉得蛮疼爱 小弟我啊就是说 他们要邀请他们 他也没有意不容辞 马上就来参与说 要参加这个官礼的仪式 我第一次见证这样的仪式 那我必须要对雷成潭的道长们 非常感谢 在中元季这段时间 完全看到他们的身影 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切风平浪静 都非常的顺利 再一次谢谢雷成潭 可以让基隆一切平顺 一切平和 让我们人心祥和 那也希望学生们更努力可以接报 带带相传 多年来雷成潭协助主持 基隆中元季的各项科仪 也肩负起传承道教文化的使命 期盼在年轻世代的学习与传承下 让基隆的良善风俗 跟道教科仪文化发扬光大 永续流传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农历7月18日 慈云市中元普渡法会 广场前信徒络绎不绝 拿着香供品前来普渡 我们就不用准备什么 他这边就有东西了 我们就准备一些水果 还是饼干过来拜拜就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都会集中 就好像我们里内也都会这样集中 那慈云市它长久以来 就是都这样集中在一起 那附近的里面也是因为方便 因为信仰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不用每一户自己准备 广场上摆满各种公品 慈云市准备各式素食 许多信徒也自备水果饼干 一起参加普渡 所以准备农船 那个拜老大公的农船 还有联会中 还有会拿 高绿的联会 要来祝福 叫老大公 今年代办的占谱服务 超过一千八百份 推成一座小山 信徒参加踊跃 农里的7月18日 也是我们慈云市 就是每年的大普渡的日期 每年我们固定都是在农丽的7月18日 那我们今年有信仲 来占谱的数量大概是一千八百个 那每年也都是很多信仲 来参加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 后面这些 就是我们为信仲代购的 那等拜完以后 他们就会拿回家 慈云市举办普渡法会 副市长邱佩玲 在安乐区长简一泽等人陪同下 先到大殿向佛祖参拜 祈求基隆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慈云市都会办很大的这样的活动 非常的庄严 大家可以看到有道士团在上面 而且同时间 民众也准备了一千七百八十份的赞谱 让大家可以拜祖先 拜好兄弟 拜老大公们 我觉得慎中追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透过一个公庙来做 透过慈云市百年老市来做 更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很希望经过这样的活动 让基隆一切更平安 更顺利 广场前挤满了普渡的民众 议长同志伟 立伟林佩祥 分别前往参拜 还向信徒问好 普渡是我们一年一度 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台湾基隆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我想我们慈云市 香火鼎声 从小到大 我们阿嬷都找我们来这里拜拜 所以利用普渡的时候 我们来跟他祝祝 祝祝祝祝 祈求平安 也向老大公祈求平安 那也谢谢我们李林保孕主委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跟照顾 那也谢谢他对这个慈云市的贡献 中原普渡 辅慰首长 立委 议员 和信徒们 前程济世 老大公 要发扬中原普渡慈悲的精神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啊 引法据点是什么 金融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材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女生之一 看起来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上他 5月3日 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造型 市长 诶 你被挡住了哦 嗯 好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multiply 整理 哦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悦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支撑蚊虫 不制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非常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 在做生意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这个台湾精神发挥的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子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反恶霸 听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反恶霸 听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国民党基隆市议员莱敏黄于三发郭美秀 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 针对东岸商场产权 目前基隆市政府在法院及行政院财政部认证下 已经获得四联胜 这样的结果已经清楚定调 市府依法行政 合法没有问题 今天本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 主要是要向四名朋友来报告 这个东岸商场的争议案 已经延烧将近九个月 如今这个水落石出 那么也证明谢国良市长 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完全合法 而且互产有功 这个OT案用ROT来执行 一直以来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质疑 现在法院也认证了 我想连政府 中央政府自己也认证了 已经把这些 内特的这些都已经驳回了 我想现在还我们市长一个清白 罢免案我觉得起言是在于 内特这一届 东岸停车场这一件事件 那既然都已经司法判身了 还有财产部已经驳回了 所以说这个理由正当性 真的是不够的 法院没有判决之前 那么真的是政府的立场 真的是很难澄清 那么现在法院已经 确认产权是基隆市政府所有 那既然产权是基隆市政府所有 哪有什么强盗队 不但没有强盗队 反而凸显出是 NET强占基隆市场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才对 各位市里面没有对不对 产权如果是基隆市政府 怎么会有强盗队呢 我们今天反而要去追溯的是 NET强占市场 产权从头到尾都是基隆市政府 这个是他们恶意的一个 这个法律诉讼的手段就是拖 那么我在跟大家报告 台北市西门町的案子拖了七年 结果七年 NET都没有付租金 那么基隆也一样 他因为这个诉讼案到目前为止 没有付任何租金 最最最倒霉的是 微风 至于民进党方面强调 这次的罢免行动 民进党都没有介入 完全是公民团体主导 对此国民党议员方面 也提出他们的回应 那么这个罢免案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 其实在这个登记截止的 最后两个礼拜 对不对 林六昌秘书长就回来 又开始针对这个议题批评市政府 当下民进党有三个议员 公开加入联署 同时把服务处作为联署站 这就是已经违反选霸 那个霸凌案政党在联署的时候 不应该介入的 从这边就会很清楚看到 民进党有介入这次的霸凌案 再来我们看到中选会 中选会第一时间 就到基隆市政府下指导期 要求要提前时间必须在30天完成查核动作 这个造成市政府很大的压力 基隆市政府谢国良所有的预算 都必须经过财主单位审定 送议会通过之后才能够动职 这个是法律常识 林六昌市长也要很迟到 所以绝对没有乱花钱的问题 既然预算都是市政府通过的 哪有什么乱花钱的问题 他只是在执行合理的预算案 那么再跟大家补充报谢国良才上任一年多 他还债的9亿多 比起林六昌做8年还债26亿 过去他还债26亿我也是给他肯定 可是如果林六昌要说他乱花钱 那我觉得谢国良市长反而比他更省钱 更未还钱 蓝敏黄最后强调 罢免案将在10月13号星期天举行投票 呼吁基隆市民理性面对这场罢免选举 请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用不同意罢免来反制有心人士的遏制操作 以避免台湾陷入一连串的罢免潮 真的是劳民伤财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居然部长你也说你也是通勤族 有没有可能交通部在这个部分 我们主动来关心 来协调台北市跟新北市 来推动一个北台湾地区的通勤月票 我相信人民应该会蛮有感 这是2019年2月 金融市立法委员蔡世英 在立法院咨询时提出的交通月票方案 在2022年成为民进党北北基桃 世卫市长候选人的共同证件 选后并由民进党执政的 中央政府加以推动落实 因此对于近期国民党的收割抹黑文宣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特别召开记者会澄清反击 当初双北进行280月票的时候 在当时的立委蔡世英的服务处 就接到非常多的金融市民在澄清 那所以当时的蔡委员就想了一个办法 到我们的立法院在咨询的时候 去建议我们的行政院 跟交通部要来进行这个政策的研理 甚至希望可以来落实来执行 去年在选立委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政件 都所有的手板都是写 延续T-PASS 票投郑文廷 请问一下 如果T-PASS政策 是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的立委候选人 林佩祥为什么不拿来用呢 很明显这个就是民进党原汁原味的政策 现在国民党想收割 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 当时的国民党的立委 更是跨时空打脸 大家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媒体报导的 当时候因为政策四个县市已经确定好 要共同来推的时候 国民党跟民众党共同讲了一件事情 叫什么 政策预算哪来 结果在他们自己的立委里面 更还提到说 反对为选举开出的120通勤月票 这是不切实气的空投支票 要主张说现在政府在推动的T-PASS 让大家生活便利 让通勤族可以省荷包 这点我们大家都非常赞同 但是要把别人的政绩拿过去 变成你们自己的 这个行为 刊位是个小偷行为 强盗行为 我们希望好的政策 所有的人都受益 今天大家不用在那边抢来抢去 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 国民党现在为了要拯救自己低迷的选庭 所有重要的政策 全部变成是谢国良的功劳 另外根据最新的审计部决算报告书 金融市政府在预算执行率全国倒数第二 对此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强调 这证明市政倒退才是民间发起罢免案的主因 从95.98%执行到最后只剩400多万 这个应该是400多万 你执行只有34% 你的执行效果这么差 还有再来 500万以上的这个计划 进度严重落后的有这么多 这证明什么 证明谢国良执政无能 这一次的考核最后还是全台湾排名倒数 第二的一个限制的一个执政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还是同样的 在呼吁谢国良市长 不要只会一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恶斗 甚至把他所有做不好的一个责任 全部都推给民进党 不管是推给林又昌 还是推给金融市议会 我想这一件事情才是他要把市政好好做好 该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我们参照省计市的一个报告里面 在112年 我们金融市的自杀人口有602位 602位 比之前前一年 林又昌110一年的时候是519位 足足增加了16% 这是一个非常糟的一个数据 表示说金融已经慢慢在走回走路 已经在重回过去不快乐的一个城市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张志豪 也语重心长的呼吁谢国良市长 让子回头 把心思放在市政推动上 让金融更好才是正道 只要你的执行率不是34% 就连联署第一阶段都不会过 更不要说现在我们10月13号 就要面临这个罢免投票了 所以谢国良市长 我们整个党团还是在这边呼吁你 请你把你的焦点 请你把你的用心转回来 金融市政 这个才是正道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马头宫的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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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市政做回来